哈嘍,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週末電影好選擇 利喆又來跟大家推薦週末好片了 我第一部要推薦的電影就是金錢怪獸 Money Monster 你可能會說這部電影不是已經上演了一陣子了嗎? 沒錯,不過因為前陣子利喆太忙了 終於有機會去看,看完以後真心推薦 可以看到兩大影帝影后標戲 那就是朱莉亞羅伯茲跟喬治克魯尼 而且其實呢,我真的要講蠻佩服這兩個人的 因為其實這兩個人,她在這部電影裡面做的工作 跟利喆是蠻息息相關的喔 一個是財經名嘴財經專家,而且是做主持人的工作 一個就是導播的工作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我每天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嘛,其實利喆也是新聞台的主播啊 所以我每天都在接觸,我也是主持人 那麼我也每天都在接觸導播 他們兩個真的就有演出我們在新聞台裡面這種分秒必爭啊 還有在live節目,在直播節目的這種緊張感喔 尤其是喬治克魯尼她演的是一個財經專家,財經名嘴 看完我也有一個感想就是覺得 欸,台灣其實也蠻多財經頻道,財經牌,財經節目的 但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節目這麼有綜藝感呢? 其實還蠻好看的耶 因為我總覺得像財經節目這種東西喔 通常尤其是分析走向,分析股市 這種其實都比較生硬 要觀眾,除非說你是投資客 或者是你是真的有興趣,你是業界的人士 否則一般的老百姓可能要真的很辱很努力很認真的投入這個節目 有一點難度喔,台灣就是一般爆股市而已 但這個節目呢,就是融合了非常娛樂、非常綜藝的感覺 我個人就會覺得,欸眼睛一亮耶 其實如果台灣有這樣子的綜藝,綜藝型態的財經節目出現也不賴 總而言之,我覺得喬治克魯尼在演一個這樣子充滿綜藝節目的財經主持人的角色上面 真的是非常到位 尤其財經這個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來喔 我自己就知道,是因為雖然我是個主播,雖然我是個主持人 但你叫我去講財經的東西,真的是隔行如隔身 那些專有名字,那些股市分析那些走向那些 哇,那真的對我而言就好像是外星語言一樣 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夠理解,都會懂的 而且也不是,你沒有天分有可能是因為很多數字,永遠學不會 當然你可能會說,演員嘛,就是這樣子啊,背劇本啊,演什麼像什麼 沒錯,聽起來很簡單,如果你要來做這件事 不要說是喬治克魯尼,連我這個專業的主播主持人 你叫我突然去講財經,我可能一時半課都做不來 我可能要偷偷做功課,我可能要訓練好幾個月喔,慢慢學 所以我覺得喬治克魯尼可以把這個財經名嘴 尤其是他的自信跟他的氣勢有做出來 這是我相當佩服的,而且他真的在演這部片的時候 有說服我,他就是個財經專家 連我這個專業的主持人,我都可以被他說服 所以我覺得,怪不得這部片被認為是 明年這兩個人,也就是喬治克魯尼跟朱利亞羅伯茲 很有可能在杜汶底奧斯卡至少被提名的一個非常強的作品 我相信,而且朱利亞羅伯茲他所演的這個導播呢 其實也真的有演出我們這個新聞台導播的敬業 跟他在職場,跟在家庭,以及在就是這個 跟同事之間的感情的交流方面這些衝擊點 我覺得我身為一個媒體人,身為一個新聞圈的人 我看了真的蠻有感觸的 這個可能是一般觀眾比較不知道的層面 但他真的是朱利亞羅伯茲有演到就是一個媒體人的感受 不過當然裡面有一些地方我可能會就是以我這個媒體的 所以蠻要求私的角度來看,我會覺得好像這有點瞎 那至於瞎在哪裡其實我就不想講 但總而言之就是,我是真正的媒體人 所以我去看,我會覺得怎麼可能這樣子跑尖人命呢 那如果我在講太多可能就劇透了 在觀眾朋友去看電影的時候,可能大家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總而言之,在跑新聞的時候其實還是生命安全最重要 那麼電影裡面當然是有點誇張 可是他如果不這樣子演,其實就不緊張不刺激啦 但是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這部電影 金錢怪獸的導演是朱迪弗斯特 其實朱迪弗斯特是一個小時候的偶像之一喔 我一直很崇拜他演電影 結果演啊演啊演,真的是演而優則導 最近朱迪弗斯特,除了先前在這個2013年的《極樂世界》 他還有最後演出之外,幾乎我們在大螢幕上面都沒有看到他了 他就是退居末後當導演 而他導演的作品呢也都是以電視影集居多 很少電影,只有在大概五年前吧,有演過一部海黎先生 但是海黎先生好像在台灣也沒有登上大螢幕 只是一個溫馨小品集而已 所以當他要指導金錢怪獸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看,他有可能扛得起這部電影嗎? 所以金錢怪獸第一點他劇情很複雜 而且他就是財經方面的專業的這個內容 所以朱迪弗斯特你還要懂財經喔 而且你呢還要懂得這個節奏的掌握 因為金錢怪獸像這樣子類型的題材劇情片 萬一你的節奏沒有掌握得好 很快大家就看不下去,劇情如果不緊湊 如果有節奏不快的話 沒有辦法揪住觀眾的心的話 劇情片通常是看不太下去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朱迪弗斯特真的有辦法去升任金錢怪獸 導這部片嗎? 而且他還有一些驚悚的成分在裡面 甚至有點動作 雖然動作片的成分是比較少的 可是他的確有這樣子的氛圍 因為有綁架的劇情在裡面 有這個警匪對峙的劇情 所以這方面都是有一點點動作片的氛圍 沒想到朱迪弗斯特他真的辦到了 他過去沒有指導過這樣子類型的電影 他這一次真的突破自己過去的障礙 成功的導演一部 有一點類似動作片 而且至少是有點像是爽片一樣的劇情片 然後還是把劇情完美的呈現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點心心怪獸非常高的評價 我也蠻推薦給大家去看的 Tout會兒 打給大家 在火星期間 打給大家 吵我 打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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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